就是最後的薪水就是沒辦法發 然後最後就是過了半年 他是說過了半年之後還是有下來啦 會走到勞動部去就是申訴 對啊 那因為有一些他們領的是現金 所以他們比較就是 拖欠的話就比較沒有什麼依據這樣 規定越清楚有時候會更有 大家就更有規矩 官老闆們現在皮要繃緊了 因為勞動部出手 這一回就是強制保障勞工薪資權益 根據勞動部統計 目前全國勞工人數 250人以上的中大型的事業單位 總計有4000多間 但是有將近一成 也就是400多間 都沒有在規定內 下個月5號到10號內發行 就是因為違反的比例太高 引發勞工反彈 勞動部9號發布最新的工資給付原則 按照事業單位的人數超過500 以及250到499人 2023年底前 下個月10號發行目標 2025年底之前 500人以上的事業單位 提前到下個月5號發行 終極目標是 百人以上的事業單位 都在下個月5號前發行 99人以下的7號前發行 而且發行日遇到假日 只能提前不可延後 我覺得 老闆跟員工應該要互相啦 我還有遇過老闆 15號才發薪水的 只是新原則上路 不是法令 也沒有強制力 換句話說 就算雇主真的違規 也只能勸到 勞工朋友 還是要積極主張權益 別讓權力睡著了 歡迎收看 張明達 宋哲英 台北參謀道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